OK 想問你今年為什麼要來這裡悼念六四 在這個中國大使館外面 其實我這幾年都有出來的 就今年特別更加要出來 因為見到維園的燭光是 完全熄滅了 當然我看新聞見到有些市民都會出來 但是見到一個老人家出來 已經有四五十個黑警圍著他 接著押他上車 還有很多不應該有的事情 都會發生現在在香港 我們既然離開了香港的 當然要為香港人做些事情 如果做不出來的話 我對不住自己的那種 你會不會覺得在英國的香港人 有一個開始重新辦回六四活動的聲勢 因為我今年數到大概有七個城市 有些城市是不止一個活動 是兩三個活動 你怎樣看香港人在英國 重新做回六四的活動 那個數量是多了的 其實是見到今年是多了人做的 但是 以我自己 我是由前年 2021 2022年開始 在Kingson搞六四燭光賣會 第一年是有八百多人參與的 第二年是有千二人 而是上星期六的是五百多人而已 那其實知道 可能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沒有用 又或者那些人是害怕了二十三條 因為二十三條是去年才出的 那可能是會有一種恐懼 還有再加上間諜案 那會有人害怕的 但是我們 我想我們應該是去畏懼那些發生恐怖 所以 希望更多的人會繼續出來